欢迎收看《宠爱8分8》 我是节目主持人胡逸轩 而除了我之外 旁边有位旁听生 阿珍 就是我了 对啊 我想问你 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说什么呢 今天好像会说说 宠物如何领养 对吗 没错 那你就乖乖地听说了 好吗 这次我们就请到 宠物领养中心的公关部的同事 阿晓慧和大家聊 阿晓慧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其实在领养宠物方面 即是现时在香港 有爱心的朋友 去到你们中心的 其实是否普遍的呢 其实照我们中心的数据来说 由05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的成功个案已经超过了450个月 而当去年2010年 我们正式由非贸力机构变成慈善团体之后 我们1010年的领养数字 还要是09年的双 所以其实近年的领养数目 的确是呈着一个上升的趋势 通常那些动物在你们中心的时候 未被领养 你们是怎样照顾它的 首先我们就要评估 那个小动物的健康状况 去分配它在屯门中心住 还是在上水的疗养院住 那疗养院那里就是 就是专门是被一些老药伤残的小动物住的 而一般每一天会做的事 就是中心的员工 会做翻清洁 定时喂食 跟他们洗澡 剪毛等等的工序 还有也有员工是 会在中心楼宿 in case如果有些什么突发事件发生的 都可以即时去照顾到那些小动物 通常在中心那里等待领养的小动物 其实一般来说是被人遗弃多 还是有些特别的case 其实大多数都是遗弃多的 而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去拯救的 譬如最近我们拯救了一群疼狗BB 他们的故事原本就是跟着妈妈 在上水附近地区流浪 但是有热心市民见到 他们一斗的BB 其中有两只已经是因为车祸 而已经是离开了 就觉得他们这样的时间 在街上流浪很危险 就打给我们 我们有缩毁的情况之下 就主动出击去拯救他们 为免他们就继续在马路上 天天冒着被车车的危险 或者我们都见到 小维带了一些相片给我们看看 到底这几只唐狗BB 现在拯救了他们回来之后 如何养? 这个也是拯救了他们回来 对吧? 是的,他们现在身体非常健康 在中心导等待领养 我希望尽快都帮他们找到一个爱他们的主人 带他们回家 嗯,这一只都挺健康的 看到他们的样子 是的,他们现在五只BB 都是良好健康状况的 我看到他们都很有趣 最初我以为他们都是同一只 原来他们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的样子都比较相似的 如果你说只看照片的话 是有点难以辨识 哪只大哪只的 嗯,其实呢 我们收回他们回来之后 在中心那里去安排领养的时候 其实是如何去评估他们 究竟他们的年龄有多大呢? 嗯,这个呢 因为我们每一只小动物回来 我们都会带他们去 诊所那里做身体检查 那我们就会问回医生专业意见 就是由医生那里估计 大概他们的年纪是多大呢? 嗯,那在那个 譬如说 朋友就看到他们很可爱 想去领养他们 有没有需要什么特别的费用 这样的呢? 费用是不是全面的? 嗯,我们是没有领养费用这样的 但是因为领养者 它是会成为那只死动物的主人 我们都希望它可以尽回主人的基本责任 就支付小动物基本的医疗开支 因为我们全部小动物都会帮它做绝育 打预防针,封狗针,拿狗牌 和做这个血液测试 那是给这几样东西的资出 还有最后我们都会咨询它的意见 看看它可不可以愿意捐出一百元 给我们做这个粮食的捐助费用 嗯,那譬如说 我真是很有心了,真是去领养狗仔 嗯,有没有说给我选择的? 还是说要像随机那样去领养一只呢 那当然是可以给你选择的 因为我们最终最终的目的是 想帮这只小动物找到一个真正爱它的主人 那我们很相信是 主人和这只小动物互动的时候 才可以找到 知道那只是不是自己想养的小动物 所以我们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 就是去到你们中心的时候 就是去到你们中心的时候 就是看小动物 对 看看狗仔啊,甚至猫猫啊 接着我就会决定选择领养哪一只 是的 其实领养的手续是否反复的呢? 嗯,其实很简单的 首先就是电话咨询了我们 就是你问一下那只小动物的 譬如皮星啊 看看已经是否自己预计的那样东西 然后就给我们电邮 就正式提出一个申请 那为什么要做电邮申请呢? 就是我们觉得在领养之前 都给了一个空间 它去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想领养小动物 不是一时的同情心 而是真的想带它回家 然后它可以出示到 一个的身份证明啊 主持证明 愿意来到我们中心 和这只小动物见面 最后我们安排了家房 都通过的话 那就可以领养的了 嗯,这个手续上面 通常有多久呢? 其实因为我们需要做家房 这一步 就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时间 如果真的所有东西都可以配合到 义工又可以即日去做 他家里有方便的话 一天都可以做成 就是总之愈快就愈好 对了,我们会尽快安排家房 只要大家走到时间 那领养者 需不需要有什么特定的条件 还是说我要一个 什么的环境 才能符合到 资格去领养小动物呢? 嗯,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它住在一个地方 可以给养小动物 因为我们都希望 小动物的环境有一个保证 另外就是领养者 和他的家人 有一个心理准备 去迎接哪个新生命的来临 新的家庭成员 还有当然就是那个空间 希望都会有些松动的 因为如果你太多责物 或者是没有什么空间的时候 人又辛苦 小动物也都辛苦 就是比如说我真的 听完你的指引 或者要这样做的时候 那需要不需要 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 我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嗯,首先第一样 要准备就是心情 就是你有一个 新家庭成员来临的时候 大家用一个 什么心情去对待他 另外就是他一世的 日常用品 粮食 睡觉用的地方 出家用的袋 狗带 如果领养猫的话 就要在那个窗里 加沙网 因为那只猫猫 很好奇的 防止他好奇的 跳出去走湿 或者受伤 嗯,其实在这个 什么情况下 会拒绝领养者的申请 第一个就是 他拒绝我们家房 就是我们评估不到 他家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 而另外就是 拒绝一个地方 我们去到发现 原来不给养的 他是想着偷鸡 这样的 一类 嗯,通常都是 因为一些 环境的因素 而影响到 申请者的 那个 成功与佛 或者去到的时候 发现 原来他家人 不像领养者 那么愿意接受 嗯 好像都是 半推半就 很随便的感觉 去接受 那我们就 有所保留 对于这些情况 嗯,其实呢 主要是 一个环境的因素 甚至乎 家人 是整个人 都要有个准备 安排 新的家庭成员 来到家里 才可以领养得到的 嗯,其实 在领养的过程当中呢 有没有说 有些朋友是 带了他回家 之后呢 真的有没有试过 哦 原来我和他 融合不了的 接着说 给回你们中心的呢 哦 都有这个 这样的情况的 嗯 之前是 我们有一个 成功与佛案 就是一只字娃娃来的 嗯 那他的性格呢 就真的 比较难亲近的 嗯 就是其他人 跟他的相处 但是因为他很可爱的关系 也都 尺寸比较小 也有不少 有心人士 就想 试一下 我对他真的很合心意 看看可不可以尝试去夹一下 那样 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尝试的 那当然我们会事先 跟他说 其实可能那个性格 会难够一些 难一些 轻近一些 那回到他 可能给他试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那不行了 那他会告诉我 没所谓的 我们接收 因为我们 希望小动物 他们可以 找到一个对的家 而不是 就是 就是 随便帮他 找到一个 叫做一个 下跌点 就放下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呢 接收了小动物 之后 最常见的领养者 打回来 问你们的问题 通常是些什么的呢 他们领养了回去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 几天之内 打回来问 有问题 例如说 狗狗 他来到 都还未去 鼠鼠 或者大便 这是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担心 他为什么来了 几天 都未去大小二便 其实这个情况是因为 这种小动物 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都需要适应 摸清楚 自己现在 现在自己的状况 究竟是怎么样 是在一个家 还是被困住了 他们需要几天去适应 才可以将他们的生理状况 调回正常的情况 这个就是领养者 他们多数问的问题 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 担心他们身体健康的问题 还有审理因素也很重要 最重要是让他们的空间舒适 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或者说这么说 会不会因为有些朋友 回到家的时候 应该要 首先要放他 安置他们在哪个位置 还是说一到新的家 就应该有什么指引 教他们 让他们到处走 其实 如果是狗狗的话 就是告诉他们 尽量教他们 尽量教他们 在哪里 去厕所 如果他们是 可以在家里 滑滑的话 否则定时定后 要带他们到街 到大小异面 即是要给小动物 知道 中数就对了 就是去厕所 但如果是猫猫的话 有时候猫猫 是比较小胆的 为了不想吓他 都应该是 将他放在一个笼上 大一点的猫猫 然后放置他 让他在笼上 观察他们 周围的环境 几日 当他们的心 定下来 他就会 比较容易 和快些 接受他新的家 的环境 听到小卫这样说 大家是否真的有些 兴趣 甚至乎 交出你们的爱心 想领养小动物 在大家思考的时候 不如先休息一会 回来继续 所以我们也会 吃宠爱百分百 问我喜欢做什么 当然是吃东西 我那么喜欢吃东西 但我一点也不读吃 这么多美食 当然要做一推荐给大家 当然还会找到 成宗明厨 和大家一起DIY 记得黏着我 CZIAN 就每天都吃得开心 人人都想拥有 Romantic的童话式婚礼 一张漂亮的婚纱照 一对高贵的结婚戒指 你们的大日子 应该怎样准备 安排浪漫蜜月期 享受温馨儿人世界 由一张喜帖开始 聆听婚礼进行曲 走尽梦中的昏迷 梦想成婚 回来《宠爱百分百》 我是节目主持人胡逆軒 今次的节目中 继续有 动物领养中心的 公关部的负责人 小卫和大家聊聊天 小卫你好 你好 上一次跟你谈过很多 关于大家 有什么途径 例如领养小动物 我知道你是负责一些对外的热线 专线 通常跟朋友有些查询 都会请教你的 其实通常打来的朋友 除了弃养小动物 可能叫你们去接收之外 有什么问题 会请教你的呢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种类 教会开心点的情况 就是有些好新闻事 他们都会特意打来 就说有些物资想捐给我们的 而物资就各类型都有 最普通的就是 家里的小动物可能不幸离开了 但正方有些用具 或者粮食 还在那里 又不想浪费它 又想藉着这些东西做一些好事 就会问我们捐过来的方法 另外有些就是 都试过接到一些电话 就是家里的小动物 有些健康上的问题 可能它认为我们中心 因为始终我们拯救猫狗 数量都这么多 它就会问一下我们的意见 看看如何处理小动物的健康问题 有没有试过曾经都有一些很刁钻的问题 难到你的 也会的 譬如前两天收到一个电话 他说有主人 他为自己的小动物吃水果 是那些叫美国的水蜜桃 水蜜桃的核也挺大 而那只狗就属于小型的狗 他就说 这只狗吃的时候 不小心地太禽青了 将那大概一寸长的核 就吞了入肚子 接着他就问我 那怎么办 要不要去看医生 开刀拿出核出来 接着 我就跟他说 其实如果那只狗狗要窒息的话 就应该窒息了 因为照他这样说 也挺大粒 但是后来他真的很害怕 我都会建议他 如果真的那么害怕的话 就去瘦衣上水看看 照一照 看看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生命安全 那其实听到这些电话的时候 你都会解答他们的问题 尽量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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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有限的知识里面 因为专业的意见 真的要问受医诊所的职员 有没有说过曾经打电话 可能你是未即时解决到的 帮他们 接着要他们 刷后面 叫他留回电话 接着再打给他们 其实如果是遇到 我们解答不了的问题 譬如好像是 关于医疗方面 我就会给他一些 相熟的诊所的电话 叫他亲身打到诊所 问那里的姑娘 或者医生 如何处理 因为始终那里的人士先生 是专业的 可以解答他相关的问题 好像刚才 你说有些朋友 知道你们是慈善机构 就要有些东西去捐赠给你们 其实真的有什么途径 我们说是热心人士 要去捐赠给你们 我们有什么方法 去捐这些物资给你们 其实首先就是打电话 告诉我们先 让我们也有个预算 最好的 当然希望捐赠者 可以将这些物资 就送到我们中心的位置 因为我们的义工数目 的确是有限 就没可能就是 每一个捐赠的情况 都去到捐赠者府上 去拿那个物资 如果说他真的很不方便 拿那些物资 例如数量很多 或者是 他自己没有这个时间的话 我们都尽量安排 义工去到他家附近 接收了一些物资 就运送到我们中心 这样 在那个动物 在这个中心里 等待领养的时候 通常你们会注意到 什么事项 通常是他们的情绪上面 还是和那些狗 大家互相交通方面 有什么问题 你的意思是 等待领养的小动物 对 小动物 通常会有什么 特别和他们去加倍 去注意他们的一些事项 首先第一 就是他们 可不可以接受到陌生人 接受到人类 应该这么说 你们也会有些训练 甚至乎有些训练 甚至乎有些训练 都会帮助他们 训练他们 不要害怕人类 因为始终被遗弃 或者被我们 拯救的小动物里 说真的 我们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 可能受过虐待 可能在外面 被很多流浪狗打架 就是弄伤自己 就是不知道背后的故事 可能他们自己的情绪 小动物的情绪 都会变得怕人 或者是比较有攻击性 我们也会被他们 遇到不同的狗狗 希望他们可以逐渐 接受同类生活 继续对人类都可以友善 在领养者当中 通常那些人士 大概是做些什么职业居 职业?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 因为我们选择领养者的时候 就不是去由他们的职业 或者他们的职业 去评估他 可不可以成为我们领养者 我们的领养者 只需要真的有爱心 是愿意去照顾小动物的一生一世 所以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养者 所以 真的不同类别的人都有 家庭主妇 普通的工人 学生也有 最少领养者 他年轻21岁 领养者最少要21岁 是的 在年龄上 都要知道 究竟在社会上 有没有能力 甚至要怎么去处理 可以照顾到 能力去占顾这些领养回来的小动物 比如说 当我了 我想在你们中心里领养小动物 有没有限额的 有没有quota分别 还是一个人最多 可以领养多少只小动物 我们没有限额的 我们有一个成功个案 他自己一次过领养了七只 领养了七只 七只唐狗BB 那时候是BB 所以我们没有限额 最重要是 他的环境因素可以 可以容纳到 我们去到 又知道他可以照顾到 那么多只 他自己也有 这个准备 即使那么多只出现问题 他都可以去承担到 或者这样说 比如说 有些朋友就说 领养回家之后 接着你们 会不会有些特别的时候的工作 去follow 这个领养回小动物 这样的呢 因为我们始终 那个义工的数目 很有限 真的做不到 每个成功个案 都去做一个follow up的情况 还有我们因为 他领养之前 会做家访 已经是评估了 他的家的环境因素 家庭成员的情绪 情况 这样 我们相信 我们的判断 还有也不希望 在他领养了 施动物之后 我们的探索 会造成 他正常生活上的不便 所以我们就 不会去做follow up 是的 但是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有很多的领养者 他们都会主动 送回领养了的小动物的近照 给我们看 或者是我们有时 会在公众地方 摆在这个囚款档的时候 他们会带小动物过来 探一下我们 这样 也会很融洽的一个气氛 总之就是领养了之后 其实他们都很开心 生活的时候 主人就带回他们回来 去见回你们 以前曾经照顾过他们的工作人员 在这个生涯当中 其实有些什么 令到你很难忘 甚至会有些事件 其实是比较复杂地去解决了的呢 很难忘 最近也发生的 就是有一个领养者 他是去年 就已经在我们中心 领养了一只狗狗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 都会固定 有些意外摊档的 刚巧他走过去 看到我们摆档 带狗去逛街的时候 看到我们 用来打招呼之外 他又很心想 增加多一只小动物 他就跟我们说 我都希望再继续领养 他就带回他之前那只领养的小动物 我们中心到 找一个新朋友 帮他 这是我最近觉得很开心的事 因为两只狗都是由我们中心到领养的 始终 有时我都会觉得 始终你们是这么有善心的朋友 但是人的能力始终有限的 有没有曾经试过一些很伤感的事呢 或者可能说 其实 令到 觉得自己达来一些很不开心的情绪 比如说明明可以令到这只狗仔 有一个适当的照顾 但是可能看着他们 白白离开了 甚至乎出现了一些意外 有没有这些难忘的画面 其实因为我自己主要负责是接这个热线的 其实伤感的事 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听到 因为每一天 至少都有五个电话 去跟我们说 要弃养小动物 而有些极端的例子 他就会跟我们说 如果你们不接收的话 那没有办法 我就养不了他 就唯有带我去护柱 是会这样跟我们说的 这是我听到最不想听到的 亦都觉得 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呢 因为其实不是我们不想去拯救 而且你要明白 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它的容量 当我们的容量满了的时候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再多的拯救 根本就是等于伯伯送他去死 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 还有就是说 因为在中心的限额都有限 所以就真的没有办法接收到他们 或者可能你们用另外一些方法 去通知另外一些机构 去拯救这个小动物 我们都会建议他 不如试试打去其他的机构 看看他们有没有空位 因为空位真的是 你每一天都在变中 你要真的自己那一刻打去问 才知道的 嗯 听到小卫这样说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再一次呼吁一下大家 就是说 养小动物的时候 真的要三思一下 还有就是说 宠物是一世的 希望你们不可以一时贪玩的时候 而养他们一会儿 然后打去这些慈善机构 叫他们去接收你们的小动物 其实这样就真的 令到小动物有很大的伤害 好了 节目结尾的时候 我问一下阿珍 阿珍 你今天学到些什么呢 我学到有爱心 其实小动物都不一定要给钱买的 有时可以找小卫姐姐 他们去领养狗狗也好 嗯 那你有没有打算 真的养一只呢 我打算破他们中心记录 我一次过养八只 好啊 那不如让阿珍做一个准备先 我们今次的《宠物伯伯伯伯伯伯》 节目时间有够了 那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 拜拜先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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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